字幕提供 各位姐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四經金句就是 他們的額上都黑著高陽的名號和他父的名號 他們當然是接著上面的一句 說過14萬4千人和高陽站在一起 這個充滿著象徵意義的數字 就是12支派 12,成12中途 然後三次的10就成了 表示出這個數字是圓滿的數字 不是真的只有14萬4千人而已 不是一個確實的數字 說這些人,他們又黑了一個名號在額上 首先是高陽的名號 他們首先屬於耶穌基督 這個戰勝死亡的高陽 然後通過耶穌基督,通過這個高陽 他們屬於父,所謂兩次的屬於 不過兩個不同的 屬於高陽就是耶穌基督的兄弟姐妹 通過他就屬於父,就是父的子女 這個屬於額上 表示整個人的意思 我們中文有句說話 在儒家里的孔子說 未知生,焉知死 即是不要說死後會怎樣 神神怪怪的 不要說 我們活好好地活在當下 生活好今天 但我們的信仰告訴你 我們要明白到死亡之後 會怎樣 即是塵世生命過了之後會怎樣 好使得我們 用這個把持著生命的最後時候 看回我們 今天我應該怎樣生活 如果我看到 我最後來 原來我是歸屬於耶穌基督 通過祂是歸屬於父的 是父的子女 那我有一份尊嚴 有一份榮耀 無論我在這個世界上 面對什麼挑戰、困難、負面的事情 什麼打擊都好 最後我知道 我是會在額上黑了高陽的名號 和父的名號 我能夠徹徹徹徹徹 完完全全地屬於祂 即使你說我沒用 或者我面對這個世界很多的 使得我不理想 做一些不開心 但到最後我知道 我有榮耀的一天 只要我屬於祂 這讓我們 面對生命的力量 視想可以積極的 向上 失望之中 不會絕望 所以這句四經金句 是否很重要呢? 我們再讀多一次 背多一次吧 他們的額上 都刻著高陽的名號 和他父的名號 麥士錄十四章一節 在這裏面上